继强冠、正义、鼎星等油品大厂出包之后,南桥食品厂也疑似用工业油混冲食用油。 卫福部稽查之后发现,南桥化学工业公司以工业用途报关进口了牛油、椰子油以及棕榈油,不过却没有办理食品输入查验登记。 桃圆县卫生局要求南桥将问题油品制成的123项产品全部都先预防性下架。 卫生机厂人员将食品厂的问题油槽管线贴上封条,就怕工业油混冲食用油事件再度发生。 桃圆县卫生局机厂南桥化学工业公司食品厂发现,南桥是以工业用途报关进口牛油、椰子油以及棕榈油, 涉及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,因此所有问题油槽通通都必须立刻停工停产。 担心会对消费者造成健康的损害之余利,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它的一共牛油、棕榈油这部分一共有120项产品先行做下架的动作。 卫生局表示南桥从102年起向澳洲、菲律宾及马来西亚进口49匹油脂,其中5匹牛油、22匹椰子油以及3匹棕榈和人油都没有办理食品输入查验登记, 而为了保障民众食品安全,卫生局已经要求南桥将问题油品制成的123项产品全部先预防性下架。 它是非常大的一个供应商,那么用这种逃避查验的方式来进口这一类的油品,的确非常的不应该。 虽然南桥解释是进口报关时文件物质,而且15号中午以前已经将国外证明文件补齐, 不过食药署强调,还是要等外交部及国贸局查证文件的真实性。 南桥没有依法办理食品申报,将开罚3到300万元。 至于逃避关税部分,则交由财政部财罚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